這邊一開始是扭蛋區 現在的主題看起來是比較無聊一點 我們繼續往前進到 這邊是釣匙圈的販賣期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一夜 往前走的話會有一些販賣的地方 這一區的販賣就比較少一點 然後就是一些衣服玩偶 然後還有一些積木 然後前面一山壘測 有比較大一點的販賣區 那往前走的話 這邊是三壘測的販賣區 然後每年都會更新 現在是水餃 然後還有熱狗 那最早之前這邊 其實也是一些比較白牌的廠商 進駐的地方 然後以前我都在這邊 買熱狗 然後炸魷魚之類的 掛包 看一下 然後現在這邊賣章魚燒 明太子口味啊 青蔥啊 種的啊 然後還有大阪燒之類的 然後現在的飲料店變馬圖新村了 就之前這邊的話是 我記得是在HOS的 然後現在 它外面有一些 比較便宜的 然後 不是便宜 應該說比較快速 直接調好的營料 快速往前走的話 這邊是肯德基 那 這裡是另外一個販賣區 稍微大一點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賣滷味的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從三壘側繼續往前走的話 左邊這邊的話 它是賣前廳爆 然後還有一些販售便當 大家可以看一下 爆米花便當 然後飲料 對 可以參考一下 價錢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不會到太貴了 便當可以看一下 那 這邊是小型的販賣區 這邊是小型的販賣區 然後二樓的話 走上去其實還是有一些店 然後 每年其實都會做一些改版 那旁邊有一些球員的看板 也是會做一些更新 然後 每年的視覺也是不一樣的 走到大廳之後 右邊是 服務台 就是會員在這邊 可以 過點數 然後外面 是 就是一進來的地方 然後有舞台 然後廠商的話 會在這一邊 也會做一些抽獎之類的 然後 算是一個配套的措施吧 然後信用卡的一些視覺 然後我覺得其實 現在變得比較雜 以前比較素一點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它其實有4E圖可以看的 蘆味塵 然後摩斯 愛爾蘭風薯 四包飯 然後飲料的話就是9號回廊 然後油魔王 然後鬍鬚上面也都有 那這邊一樣跟剛才那邊 就是錢丁堡那邊一樣 它其實也是有 賣一些便當的 往前走的話這邊的話 也是跟對面一樣 比較大的販賣區 那這邊的話 這個角落 是必勝客 它其實有些口味會提早賣完 就是要來的話 最好是一開始就完 然後跟對面的 馬祖新村一樣 9號回廊它這邊也有賣一些 就是已經做好的飲料 那繼續往前走的話呢 這邊有很常買的摩斯 然後還有一些 派樂天 就是賣泰式料理 很受歡迎的胡鬚章 然後往前進的話 這以前是比較小貴的油魔王 然後還有 普魯士跟 最底部的話是兒童遊戲室 兒童遊戲室現在的話就是 需要信用卡或是樂園卡才能進去 這樣 介紹就到這邊 給你